其實當時我住在西貢 有回教會 當時由周深病痛 腰鬼有事 還有邪靈 當時我在Youtube看到葉牧師驅鬼 當時對我來說 我由周深病醫不到 當時剛經歷了邪靈 我看到葉牧師驅鬼 我覺得葉牧師會幫我驅鬼 我便想辦法找她 我在Youtube找到她的電話 我便直接打給葉牧師 我說我有甚麼辦法見到你 她說在灣仔的室醫館有工作 當時好像非洲的復師過來 她好像在那裡 但她又不認識我 我便看到她 我便走到台下最低的層 便捉著她 我說葉牧師 牧師 我知道你不認識我 但我認識你 我說我很想你幫我祈禱醫治 因為我有邪靈 我又有病 當時葉牧師幫我祈禱的 我們就一直開始認識了 葉牧師有邀請我去教會 我記得那次腰骨很痛 我記得好像搖了 都不知道每一個小時都要搖 不停地搖 我還跟葉牧師說 我問葉牧師可否停了她 她不能停了我的腰 但搖了一個小時後 腰就很痛 後來我又覺得我的邪靈在我家 跟著我回家 我又叫了葉牧師 可否來我家 我又見了一些姊妹 葉牧師就來了家 幫我們討告 就是這樣認識的 但這是很現實的 我已經康復了 我又沒有找葉牧師 沒有什麼大亂 直到好像經常有需要 那時候才找葉牧師 直到有需要的時候 去年有些情緒 我又過來找葉牧師 又找一下又好像康復了 又沒有找葉牧師 但是我很信神的 我很交託 就是我覺得一個人 如果信神 走神的路 神會很疼 永遠都不要做壞事 這個是我的宗旨 我永遠都是幫人 都是我的宗旨 那小朋友是我的負擔 不知為何我對小朋友感到很強 其實我自己很有趣 我也有病 又試過走不了幾年 其實現在走得走得都很感恩 後來其實我也做了很多工作 後來剛剛這三四年 我就轉了行 去菲律賓買樓 又開了兩間店舖 很忙 更加不會回教會 即是沒有時間 但不知為何我都吃得很乖 我有祈禱 聽歌 但很少回教會 但我有看一月牧師的YouTube 我看到她直播 她去肯尼亞 有一群小朋友在台上跳舞 我在店裡看的時候 我一直看我一直哭 不知為何對她很有感覺 對這群小朋友 其實她一聽到要肯尼亞幫忙 我經濟她 我都會捐 我叫葉牧師 我把錢給你 你幫我幫忙 肯尼亞那邊 那我看完之後 其實那一天 是3月18日 我記得 因為我抹下了一半部 我看完我就 剛好我小朋友幫我看著這間店舖 我就馬上去吃東西 吃三個字 其實很急很急地吃 但不知為何一直吃米線 就有話跟我說 她說 美蘭你去捐 你去賣樓 你每一層樓 你每一層樓的1% 你把那塊肉給肯尼亞的小朋友 我會懸亂不絕給客人 只是這句這樣說 第二 她就說你跟著葉牧師走 你要侍奉葉牧師教會 也好宣教也好 這兩件事是很深刻的 一邊吃米線她就跟我說 我已經很急了 又要趕著回店舖 我說好好好 好好好 我一邊吃 我說好好好 然後回了店舖 自己怕沒有記性 抄到本堡上 3月18日 1%交給天賦 接著又侍奉服侍 葉牧師去侍奉教會 我抹下了之後 哇 很神跡 因為其實賣菲律賓樓很困難 也都 不是那麼容易 不像香港那樣 那個時候 早幾年 又沒有人相信我 可能一年賣到五六間 已經很聰明了 但是 3月18日 昨天我和昨天 因為我要捐錢 我說真的很奇蹟 22日 賣五間屋 接著我沒有試過 我也很害怕 真的很神跡 我經常都答應 我答應的 我不會不守承諾 誰知道我昨晚 又買到一間屋 只有電話 總共六間屋 真的很神跡 所以 後來我打理葉牧師 葉牧師說 可不可以把這個事情分享 我覺得分享不是什麼 而是我覺得神 如果你和神 是有承諾 而你是遵行神的路 我覺得神很有趣 每一個人的恩賜都不同 但我說恩賜 可能這件事的時候 神就很使用我去幫其他人 有時你可能自己拿學花的錢 也很難 但原來他可能使用我這個 好花的身體 都是他給我 只剩下都是他給我的身體 既然他用我的 你就用盡我 我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分享是 感謝主 我感謝耶穌 但我真的很需要他 我很需要他幫助 是 那天氣聖靈之後 對生命的影響呢 那個影響是乖一點 聽話一點 聽神多一點 行聖經的路多很多 不會下差答錯 不會做 不應該要做的事 每一天都 就算自己很忙 其實很懶的看聖經 但我一定會去唱詩 聽詩歌 但是有些渠道 比如可以看到YouTube的 我去看 就是盡量 我都想親近神 但是 好像神 有些人心裡有多大 但我覺得每一個人的恩慈都不同 神現在有其他恩慈 我會進行他 我也鼓勵他 因為你第一次聽到聲音 跟你說話 是的 但我一輩子都沒聽過 我沒有這些先知恩慈的現實 我沒有的 所以現在一個開始 就是一個開始 你可以以後進入這個領域 神大大祝福你 在家裡 他可能讓鵝 在那邊 非常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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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